神仙也甩住两条腿,从沙发上站起来,少女体型不该有的丰满双风,富有弹性地晃动了一下,我露出抽搐的笑容,悄悄别开了视线,说来惭愧,这对我来说太刺激了,听说其他神仙都笑他是萝莉俱辱。 什么是萝莉?那么,你就跟平常一样,把衣服脱了躺上去吧。 我明白了,我走向放在房间深处的床铺,拆下冒险者用的青铠甲,也脱掉衬衣。 当上半身变得一丝不挂时,我偷描了一下背后,装在墙上的穿衣镜当中,映照出我一头老人般白发雨肌肤色素叫淡的背影,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背上写的密密麻麻的黑色文字。 这些,全部都是赫斯提雅女神刻在我背上的,这就是神仙们的恩惠,神的恩惠,Farnan。 好了好了,躺下躺下。 在神仙的催促下,我让身体省进了床铺。 神仙跳上了我趴住的身体,坐在我的屁股附近。 对了,你说你差点死掉,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事? 这件事说来话长。 当我说话的时候,神仙抚摸了我的背部。 一次,二次,在同一部位来回抚摸,就像在抚慰肌肤那样。 我不禁颤抖了一下。 不久我听见清脆的金属声。 神仙拿出了针。 我稍微扭转脖子抬头一看,神仙正用针刺了自己的指尖, 然后让渗出的血轻轻滴在我的背上。 滴落在皮肤上的红色水滴真的掀起了涟漪, 并逐渐渗进我的背部。 对了。 对了。 对了。